獨居老人怎樣可以快樂安全地獨處? 獨居老人,要快樂安全地獨處需要一系列的措施來確保他們的身心健康, 以及在需要時能夠得到及時的救助。 以下是一些建議,一家居自利, 建立區律的日常生活,制定一個固定的日程表, 包括每天的起居時間、 用餐時間、休息時間和娛樂活動時間, 以幫助維持生活節奏,保持居住環境整潔和安全, 定期清理居所,確保沒有地面障礙物, 並檢查家居設施的安全性,如電器設施、水管等, 設置便利設施、在家中安裝便利設施, 與扶手、防滑地板、烏蘭等,以幫助防止意外發生。 2. 保持身心健康,定期進行身體檢查, 確保定期就醫及時發現和處理健康問題。 保持社交活動,與家人、朋友或志願者保持聯繫, 可以通過電話、視頻通話或社區活動等方式保持社交活動, 避免孤獨感、培養興趣愛好、學習新的技能或嗜好、 魚繪畫、閱讀、烹飪等。 可以豐富生活、增添樂趣。 3. 食物營養、飲食均衡、保持均衡飲食, 包括蔬菜、水果、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。 4. 避免過度依賴加工食品,定期進行食品購物。 5. 確保食品儲備充足,並適時更新食品庫存。 6. 避免食物過期或變質。 4. 運動、輕度運動、進行輕度的日常運動。 6. 如散步、伸展運動、瑜伽等。 7. 有助於保持身體靈活和健康。 7. 定期活動。 8. 參加社區組織的健身活動或老年人運動。 8. 與他人一起運動,可以增加社交互動。 8. 了解世界每天所發生的事情。 8. 訂閱新聞資訊,通過電視、報紙、網絡等渠道訂閱新聞資訊。 8. 了解每天發生的重要事件和社會動態。 9. 參與社區活動、參加社區活動或老年人驅樂部。 9. 與他人交流、了解社區內外的事情。 6. 救助措施。 9. 緊急聯繫方式。 9. 將緊急聯繫方式存放在意於取得的地方。 9. 如緊急聯繫人的電話號碼、醫院地址等。 9. 使用警報設備。 9. 考慮安裝警報設備。 9. 如緊急求助按鈕平安中或警報系統。 9. 以便在發生意外時能及時獲得幫助。 9. 以上建議可以幫助獨居老人快樂安全地獨處。 9. 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及傳閱。 9. 謝謝你。